大家好,今天是12月23年的9月24号星期日 我们现在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前几天跟大家聊聊这次回国 发现咱国内和菲律宾这边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特别是说到食品方面的事的时候 我说菲律宾这边有些食物 有食物原本的味道 国内有些食物吃起来没有味 这调料味的时候 有些朋友就说我是飞吹 给菲律宾吹牛逼 说菲律宾的食品连他们鱼制菜都没有 有什么可吹的呢 这个呢大家也不说什么了 但是非吹单就顶时了 对吧 那我再多说一个关于食品方面的事 最近呢在吃这个白薯啊 也叫红薯吧 那就两种 一白人一红人的 菲律宾这边的这种白薯也好 红薯也好 吃起来的那个味道呢是甘甜的 而且呢非常的甘喽啊 没有水分 就水分非常的少 虽然是蒸的 但水分非常的少 特别像我小时候啊 在北京那冬天 把那白薯放在炉毯里头 拿上来烤着吃那种白薯 现在我回到北京的时候 也吃了次白薯 就发现国内的白薯啊 特别水啊 那个特别水了 然后呢 也没什么甜味 对吧 所以呢 我看我又给你们找一个 对吧 就是菲律宾这食物 确实这白薯是比国内好吃 这么一个点啊 这得跟你们说一声 还有几月来菲律宾呢 吃吃这边的白薯啊 那能没准能回忆起你们小时候的味道啊 这事也说完了 然后呢 咱们再说今天想说的事啊 就说这个换汇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在海外吧 有很多种传言 那么昨天呢 为什么要说这个出入境的事呢 就是因为在海外啊 就是好听说很多出入境的这些 八卦的事 那么换汇啊 在国内换汇 那么在这国外也经常听说 对吧 就是现在国内换汇呢 特别的严不好换 那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我这次呢 也是实际去换了一把 因为回国嘛 然后呢 也拿到了一点生活上的资助 你要是带人民币吧 不太方便 还是换美金呢 比较合适一点 而且拿美金来菲律宾这边呢 换的汇率比较高一点 因为美金在这边现场 能换个56.1到56.2 人民币呢 人民币的显钞拿过来啊 大多数地方呢 只能换到7 按照现在的汇率去核呢 可能100美金下来 能差个几百批吧 差不多几百批左右 所以呢 就我想给它换成美金 在国内换汇吧 就是我觉得啊 这个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还有建设银行 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最方便的肯定是中国银行 因为它本身 它的这个政策 它这个政策性就是处理这个中国的这个外汇的嘛 而且币种也多 所以呢 我就去选择了这个中国银行 预约去换钱 那我发现呢 现在换钱呢 比较方便是什么呢 可以在APP上直接预约 当然了 你今天预约是隔日再去 如果是周五预约 一般的都是周一去换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那在APP上预约呢 现在也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 你直接预约就是单次的哈 是四千美金 都是一百美金的整钞 然后呢 如果你不约这个呢 还有一种叫零钱包的预约方式 这个上线的是一万美金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约一万美金啊 它可能给你八 八十张一百的 然后十张五十的 然后呢 多少张十块的 多少张五块的 多少张一块的 是这么 算下去的 如果你拿这种零钱包呢 我觉得去美国可能比较方便 因为大小钱都有 对吧 但是你如果说 不是去美国 像来菲律宾什么的换钱 那肯定拿一百的整的 比较方便 那我约的呢 本来我想换五千美金嘛 但是人家只能约四千 所以我就约了四千 然后呢 隔天我就去了这个 中国银行的柜台 拿号换钱 一切都很丝滑啊 一切都很丝滑啊 没有碰到任何的阻力 那么换钱的时候呢 会让你填以一个用途 这里面我给大家建议啊 尽量你就写旅游吧 你要写什么工作呀 写什么留学呀 你可能还提供一些文件啊 你写旅游呢 一般来说呢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当然你必须得 在你这个 当年的那个收费额度里面啊 那高费额度里面 别抄那个就可以了 是很丝滑的 然后呢 拿到现金 再签两个字 这一切事情呢 就OK了 有没有中国银行的银行卡 都无所谓啊 都无所谓 有牛用银行卡 可能有余额里面去换 没有 那现金去换 他也给你找点 都非常好办 这个一点麻烦没有 但是这里呢 提醒一下 换汇的时候呢 拿到那个美金之后啊 一定要检查一下 检查什么呢 第一呢 板 一定要新板的 不要旧板的 当然现在基本上 没有旧板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旧板在菲律宾 是换不了的 是换不了的 这个 而且呢 这个旧板呢 他们国的银行 好像也不收 我不知道他是 还会不会出啊 反正但是有旧板的钱 没有 他收肯定是不收了 第二个呢 就是看这个钱 有没有折损 有没有那个破口 上面有没有什么写的 乱七八糟的涂鸦 涂画什么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钱 因为这种钱在菲律宾 很多地方也不收啊 但我不能说绝对 没有收的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 他不会收 所以呢 就是大家记住啊 拿到钱以后 先要检查 如果有问题 跟他换 他如果有其他钱 他一定会跟你换 如果没有 那就没有办法的 就看他这个分行 或者支行 被超的量了 那有朋友会问说 那你想换五千 预约了四千 那还差一千 你能当场跟他换吗 也是要看他的 被超的量的 如果他没被够 那也就换不了了 如果今天有人来 用美金换人币 这个被的超够 那你也许还能换 多换一些 或者可以更换 就是换到 就是说这个五千美金也好 或者说更换 你这个有问题的钱也好 这个所以大家要注意 但总之整体的过程 我觉得没毛病啊 很顺滑 当然了 我换汇的时候呢 后面有一家呢 出现点小问题 一男的 一哥们换五百英镑 换五百英镑 然后呢 其实没多少钱五百英镑 大概个几千人币吧 五六千人币 哎不对 一万人币哈 一万人币哈 比十吧 一比十很记错 一比十 可能八八千人币的 结果呢 中国银行不给换 不给换的理由 是因为今年每个月 他来换点 然后呢 就是特别频繁 就是他可能已经被 就是说注意到了 然后呢 他换汇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给他在英国的孩子 支付学费 所以银行的就 让他出示这个 交学费的这个文件 你这为什么说旅游了吗 对吧 你要是如果是对吧 就是其他的事情的话 他有很多东西 你要准备的 你要不准备 就很麻烦 然后呢 这哥们呢 北京爷们嘛 就在银行里就骂 就骂 说他们银行耍丢忙 我额度也有什么 平时不给我换 我够人的换那个 换就是换这钱 交学费 对吧 银行人有银行的规矩 你必须得拿文件 他给你换啊 最后呢 反正骂的时间挺长的 我们在那办的事 来看的 最后银行妥协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这个东西 可能被盯住了 所以他媳妇 让他 让他媳妇来换啊 然后呢 要么他媳妇不来 就拿他媳妇的身份证来 他代理他媳妇去换 所以呢 就是说 只要你正常换回费 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说 你频繁的换回 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关注啊 就影响到你这个换回的事 所以这事 跟大家讲到这吧 我觉得现在 至少在北京啊 我不敢说别的地方 因为我说 换换有的问 我们武汉啊 我们杭州啊 我们那个四川那边啊 怎么样的 甚至我们上海那边怎么样的 跟你没有你们那边宽 所以我其中强调 我说这些事情 都是我发生在北京的事 对吧 那北京这边确实很丝滑 没什么问题 至于其他地方 是不是也是类似 大家只能说 自己去体验去了啊 我只把我的 这个碰到的事情 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 得了 就给大家扯到这吧 没什么再继续扯到 没什么事